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song, it's called Adelweiss 今天呢,我们要学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雪荣花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美国的歌曲 它是来自于一部影片叫音乐之声的插曲 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百听不厌 因为歌词也很简单,旋律也很简单 那现在大家呢,一起来跟我一起读一下这首歌的歌词 然后呢,跟着唱唱看 然后经常唱呢,就可以提高你的音语水平 我们现在听一下它是怎么唱的 Adel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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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他刚唱一句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他第一句唱就是 Adelweiss A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这里有几个不常见的单词 对吧,一个就是第一个单词 Adelweiss 不常见,它是雪荣花的意思 然后Every morning就是每天早晨 Every morning呢,每天早晨呢 You greet me Great是致意的意思 这句话,You greet me就是你向我致意 每天早晨,你向我致意 好,我听下面一句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Small是小,white是白 Clean是干净 Bright是亮的意思的嘛 那你就是又小又白 而且又很干净又很亮 见到我呢,你看到很高兴 好,我们再听下面一句 Blessed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Blessed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Blessed是什么意思 是盛开的意思 Snow是雪的意思 就是像雪一样的盛开着呢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ue是and grow 在这里都是开花的意思 它发现这边呢 是一种押韵的效果 你就是盛情的在开放的意思 对吗 然后下面就是 Bloom and grow forever 盛开 forever Forever是永久的意思 是永远的这样盛开着 大家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难多的地方 就是bloom and grow 你知道吗 bloom这个词的结尾是用m结尾的吗 然后它和and正好是可以连起来读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连起来读 叫bloom and grow 你读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很念的感觉 这样到英语就会出来了 你知道吗 不要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去读 尽量就是读得有点念念的感觉 就是前面一个字跟后面字粘在一起 用英语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读法 知道吗 就是它的一种读法 就是你读的时候 你这样很念 你这样bloom and grow forever 这样就会有一种英语的感觉出来 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句 然后下面一句 重复advice advice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bless就是祝福的意思 homeland是祖国 home是家的意思 对吗 home I'm home 我在家里 I'm home 然后land是地方的意思 那它连在一起就变成祖国的意思 forever是拥有 那它就是永远的祝福着我的祖国 我的家乡 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美 大家再完整的把它听一遍 看看是不是都能听懂 然后要一起跟着唱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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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